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利手失算 利手是当时全国最善于计算的人 他算算数极快有准 所以当时不管谁有多难算的题都来找他帮忙 人们都非常佩服 也十分信任他 但是再聪明的人也有失算的时候 因为人不能一心二用 如果一心多用 那么往往要出现错误 利手也是如此 有一天 有一群红艳嘎嘎地从他头上飞过 利手对涉猎向来特别感兴趣 剑术也十分高超 这群红艳又勾起了他涉猎的兴头了 于是他弯弓搭剑 准备射大艳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人跑过来问他三乘一五等于多少 他也无法算出来 不是因为三乘一五多难算 而是因为飞艳干扰了他 使他突然的糊涂了 这则预言说明了做任何事情都要集中注意力 一心不能二用的道理 请不吝点击